接下來的3月9日 就是我們Rock Angel Band House 五週年的紀念派對 慘了眼我們建館已經五年了 現在就跟大家重溫一下 我們在2014年建館的一些珍貴片段 最初我們構思到想見這間音樂中心 就是在香港這片土地上 興建一間又friendly又professional的音樂中心 那我們一步一腳印 本著我自己也有對設計的興趣 慢慢慢慢構思 再加上我自己從小到大 在音樂工作方面 都是跟通理琴行合作無間 所以邀請了通理琴行的工程部大哥大 長哥和他們的團隊 幫我們一起設計舞台、音響 而我們所有的音樂器都是構思通理琴行的 於是我們一年給一年去成熟和改進 演變成為現在經常高頻滿座 一間充滿正能量的音樂中心 較早前我們就買了一部新的Yamaha的Keyboard 還有新的喇叭 接下來五週年的本慶 我們都會買一個新的打鼓的Double Paddle 以後來玩鼓的朋友 相信會更加有刺激 我們Rock Angel Band House 在場地方面 在本主的帶領和團隊齊心協力之下 無論儀器的更新或長地的衛生 都保持著很高水準 成功營換一間音樂中心 去到第五年真的不簡單 所以今天我們是隆重其事 出版Bandhouse五週年紀念專輯的 EP 唱片《活出生命》 出版以來很多朋友都很支持 所以在309年的Anniversary Party 我就會聯同KK Ho 在Unplugged裡面的兩首精彩歌曲 此外還請到我的一群好朋友 亞洲勁女Mulvin Scars 跟大家粉脈登場 為什麼我會這麼欣賞這對亞洲組合呢? 因為他們的好處真的很多 他們的男歌手Linburgh 可以說是一個多聲道的唱將 他能夠用英文、華語、廣東話、文藍話 甚至是Malaysian Language 來得很流暢地演繹歌曲 另外他們的低音手家鴻 他一把飄逆的場法 是令他贏得低音岩神的美語 他們的鼓手Roxus就是Band Leader 他的中文名叫做吳申 以他的畜藝才很有機會成為新一代的亞洲古王 而今次他們來香港帶同一位大馬頂級吉他手Calvin 來香港獻技的博 3月9日的五周年管令真是意義重大 到時見 Rock with you 有很多人 請教你 阿一個高等級吉他字幕 阿一 來 我們去看 而且 我們去看